威福部推动长照 其中巷弄长照原住民族地区 恐将面临土地不合法争议 立委高金宿美五号 直询内政部营建署长 提到目前原住民族民宿 产业发展都遇到土地建筑不合法 要如何执行 你所谓的巷弄长照 你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建筑物 你如何来把这个所谓的长照建置在里头 所以署长你有把这个意见转到威福部吗 这个部分我想现在与卫福部在主导 那我们都在这个相关 不是 你有没有告诉卫福部 你如果要推动蔡总统的所谓的长照的巷弄 原住民没有一个合法的建物 你如何推动啊 不只针对卫福部相弄长照 立委高金宿美更提到 由于55个原乡分布在全台12个县市 内政部因为地方制度 把建管问题丢给地方政府 造成原住民族要推动一个政策 要面临12个不同做法 所以本席要求针对原乡建管的标准 不管是民宿的长照站的公共政策需要的建物 只要符合安全责购认定 内政部您就必须要由中央统一制定认定的标准 内委提出统一标准 但内政部长表示 这必须尊重每一县市政府做法 是你中华民国政府来的时候 让我们就地违法吗 所以部长你不觉得你应该挑起这个责任吗 我想是没有错 我们分项去做 而且一步一步去做 近期之内 本席会召开原乡的乡长跟县长 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立委要求内政部近期内进行处理相关规范 不要让各县市原乡面临不同标准 造成长期背负违法命运 认为内政部应该担起责任 不要丢给地方政府 记者一搜大陆立法院采访报道 明镜与留意